这个男人力量大的惊人 刀枪不入也是基本技能 跟火车硬钢都不带怕的 他就是痞子超人汉考克 这天一大早 睡在街边的汉考克 就被一个小孩叫醒 原来又有罪犯在捣乱 他不慌不忙地醒下鼻涕 还把鼻涕往别人衣服上蹭 接着戴上墨镜 拿起酒瓶 直接原地起飞 但飞行途中不太顺利 汉考克一把撞到鸟裙上 糊了自己一嘴鸟毛 想着喝口酒束束口 结果撞到路牌 居然把警车给砸了 这波误伤有军 我给满分 好不容易坐进罪犯车里 他们却不识好歹 操起冲锋枪 就是一顿扫射 这一下可好 汉考克心爱的酒瓶和墨镜 都给打碎了 这波直接惹毛了他 一个灯角穿破车底 来了个急刹车 接着连人带车拎到空中 再来一个踏脚 直接把车子插进尖塔 又成功打击了一次罪犯 然而汉考克这波操作 导致城市损失了超过一千万美元 这可刷新了他以往的记录 牛逼 隔天城市另一头正在大塞车 一辆小车被堵在火车轨道上 无法移动 眼见火车就要撞上小车 司机绿帽哥连忙开门 想要逃出 结果偏偏门把手却坏了 这一下糟了 就在下一秒 汉考克再次现身 一把把小车推飞 自己则硬撞火车 然而这次的救援行动 又是一波巨额经济损失 群众纷纷辱骂他 破坏自己的财产 只有被救下的绿帽哥挺身而出 为汉考克说话 对其万般感谢 之后绿帽哥将汉考克带回家 表示自己是名形象公关 因为汉考克先前的屡屡破坏 使他现在臭名昭著 要是他愿意去坐牢 这样等到犯罪再次发生时 群众就会知道 汉考克的存在是多么重要 他被绿帽哥说服 主动在群众面前道歉 并决定入狱服刑 汉考克刚进牢房 就被之前打击过的罪犯盯上 几十号人将他重重包围 几个猛男还是不怕死 指着鼻子骂他混蛋 汉考克这一听 最讨厌的就是被人叫混蛋 接着下一秒 几周过后 绿帽哥说对了 警方压制不了对犯 必须要汉考克出手帮忙 他换上一套新制服 小心翼翼地降落在地 接着走在枪林弹雨之中 一手抱起受伤的女警官 一手拖着警车 成功护送伤者 然而建筑里面还有数名人质 罪犯也在时刻警惕 汉考克冲进屋内 罪犯老大却拿起引爆器 威胁着汉考克 让他护送自己和手下离开 否则手指松开引爆器 人质身上的炸药就会立马引爆 汉考克不愿理会 老大却骂他混蛋 这一刻我已经看见了结局 汉考克压制心中的怒火 取下身旁的铁托盘 再用指甲划出锋利的边缘 紧接着 人质被成功救出 民众纷纷为他喝彩 汉考克看着这一幕 内心有所颤动 难道自己终于被认可了吗 他压抑住激动的情绪 冷酷地戴上墨镜离开了 事后 绿帽哥带着老婆赛龙 跟汉考克吃庆功宴 饭宴过后 绿帽哥喝得烂醉 躺床死睡 汉考克则来到赛龙身边 孤男寡女共处一事 必有蹊跷 果不其然 两人还真就亲上了 谁知下一秒 真是万万没想到 赛龙居然也是个超人 他威胁着汉考克 这事不能让绿帽哥知道 不然汉考克就完了 第二天一早 汉考克又找了上门 完全不把赛龙说的当回事 还拿着叉子去戳赛龙 好家伙 叉子都弯了呗 他又举起擀面杖 直接往赛龙脑袋打去 果不其然 这是个头铁娃 赛龙忍不了了 跟汉考克约了个干架地点 两人如期赴约 一路打到了街头 随后赛龙举起卡车 直接往汉考克砸去 紧接着使出龙卷风爆 巨大的龙卷风从天而降 破坏着城市街头 真是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 汉考克看不下去 冲上去和赛龙扭打在一起 一路上撞破 撞撞大楼 就连绿帽哥身处的公司 都被撞出一个大洞 绿帽哥走到窗边 看见扭在一起的两人 完了 自己这头顶一片青青草原啊 两人发现绿帽哥后 也立马停止了打斗 这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事后两人找到绿帽哥 赛龙则说出了真相 早在几十年前 他和汉考克是对情侣 但如果两人靠得很近 超能力就会被大大削弱 而汉考克当初为了救下赛龙 自己却身负重伤 差点身亡 赛龙迫不得已 只好选择远离汉考克 让他得意重新活命 却没想到汉考克醒来后 居然失忆了 汉考克得知真相 来到便利店 想要借酒消愁 却发现店主 正在向他做首饰求救 通过判断 汉考克发现罪犯 躲在桌子底下 他一拳打穿桌子 将罪犯拽了出来 另一个同伙 立马向他开枪 汉考克则丢出巧克力棒 将其打飞 然而汉考克却发现 自己不再免疫子弹 他居然在流血 汉考克瞬间两眼昏黑 憨倒在地 好在店长及时救援 将他送去医院 这才救回了他一命 随后 赛龙前来看望汉考克 却没想到 又有新的仇人 来找汉考克复仇 赛龙因超能力削弱 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身中多枪倒了下去 汉考克立马反手丢去病床 砸倒两个混混 安置好赛龙后 又出现了其他杂兵 汉考克一番打斗下来 自己也身负重伤 还被仇人连开了数枪 他倒在地上没有力气 眼见仇人就要朝他脑袋 后下班机 绿帽哥及时出现 打晕仇人救下了他 此时几乎没了心跳的赛龙 正在被医生抢救 汉考克也已经不省人事 难道两人终究要在天堂相聚了吗 就在这时 汉考克突然醒来 或许是不想让自己的爱人死去 他跳出窗外 想要远离赛龙 每走远一步 赛龙的心率又有了好转 直到汉考克顺利飞行 赛龙这才得以成功复活 当初是你救了我 这次就换我来守护你 一个月后 两人早已伤势好转 汉考克为了送夫妻俩 一个纪念日礼物 居然在月球上 喷上了爱心涂鸦 但与其说是送给他们 倒不如说是送给赛龙 这么一看 绿帽哥还是那么绿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全名超人汉考克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